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立体二这边生活上的一个算是功或者是我们内积的一个练习题 它说缆车的功率是马力,那也就是75公斤重那么每秒公尺 好,这时候F为向上900公斤的拉力 V是速度嘛,对不对,缆车向前进的速度是4公尺每秒 那与水平线夹角是5度 那请问这个引擎马力公式P会等于75分之一的F和V的一个内积的结果 内积的结果,那加上绝对只代表说我们一定要取正值 取正值,所以这时候按照我们的内积的关系 F往上的时候V是往左边 那你这个水平线夹角是5度,所以代表说我的夹角就会是 计算内积夹角就是85度 好,就是85度 所以这时候我们带入我们的引擎马力公式75分之一的F.V的话 F长度和V长度乘以口塞夹角 我们就直接去做它的内积公式 好,所以这时候75分之一 那马力900,速度是4 那我们口塞85度的话呢 计算机按出来大概是0.087155742这样的一个近似值 那我们大概整体再把它乘起来之后 大概可以得到4马力的一个引擎 4马力的引擎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内积公式做一个代入 好,水平线也差不多 他说如果蓝车和水平线夹角改成7度 其他条件不变的话 那这时候的引擎的力量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水平线夹角改成7度 我们一样去做我们的 引擎马力的一个计算的结果 就变成是75分之一 那拉力是900,对不对 速度一样是4 所以夹角就变成是83度 好,83度 因为 cos83度是近似值0.1219左右 那我们把这个整体乘起来的结果 大概是5点多 那45度到整数位 我们就取6这个答案 取6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的力提二这个问题 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让这个蓝车前进的这个力 会随着 它和水平线的这个夹角 而产生这个力量会有不同 好,力量会有不同 这个我们同学在做蓝车的时候 都可以做一个体会 那加卡塔这边 大概做蓝车最接近的 就是在达马迷你那边 就会有一个游远的蓝车 那台湾的话 大概最常见的是在台北的猫空 猫空动物园那边也是有 那当然九族文化村那边也是有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体会 好,另外我们请看到 说明的这边 在179月这里 注意到内积的结果 并不是指A和B相乘 因为A.B是等于A向量长度 和B向量长度 和甲甲的余圈值 所以内积算出来之后 是一个时数而不是向量 这段话请同学务必把它画起来 务必把它画起来 它和我们一般的数字相乘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内积 这个点号是叫做DOT 我们请同学务必要把它特别强调起来 你念的时候要念DOT 写的时候就要写黑点 不可以写叉叉相乘 但是像这边的话 我们已经写成长度的时候 就可以用相乘 写成长度就可以用相乘 所以数字乘数字 在乘上余圈值也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乘起来它会是一个时数 它就没有方向性 就没有方向性 这个是我们内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内积出来的答案 它一定是一个数字 就不是向量的 就不是像这样的量的